其实这个到家经常也没有这个双拔最开始 后来也是互相这个借鉴嘛 散拔就可以 腿疼了就换腿 一个一个腿不得劲了 换那个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这样慢慢的坚持 以他心境为主 感觉身体不舒适了 可以先停一停 或者说当你看到那些觉得害怕了 或者说加以不了定不住了 你就歇一下 实在是有的人一下就能通灵光 上个闹标 或者旁边有个人 到一个时间你就唤醒一下就可以了 看到什么像不要跟着他走 暂时咱们先稳定为主 当你那个之后 你再跟他互动 其他的东西 我们毕竟不是一个空间 我们毕竟不是一个空间 这个异 守这个丹田 这叫下丹田 这叫中丹田 都可以守上丹田 你像我的话 就守这个地方 比较容易来感觉 下面是空 感觉这个 因为我身体 从小经受过各种灾 比较多 比较大 有一些病 从来这个世界上 人都没得过 之所以就是一切的经历 才让我有机会 能够接触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先缘 能够跟你这个 包括梦里的叫圣人传 然后这个现实当中也有 白天黑天的 反正就是 你会有这种缘 像很多人 包括家人 你怎么说都不信 他就没有那个缘 你尽力了就好 没办法 劝不动 说不进去 不听 不信 是都不是 就往这一做 什么都好 就是不来的 迷信 什么什么的 呃 你这个 然后呢 就是 呃 一切都是你 以你舒适为主 还是这个道理 我们 当你这个到一定程度之后 啊 他这个气就 就会开始动 你就跟着他走 啊 他就现在 他也是自己在动 我们又动 他会打出各种手印 啊 就是 有的书上都没有 书上有 有些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些不知道 啊 就是 有些还真能查到 跟你当时的那种 你想 你发的那些念 是一样 我们这个不同的派啊 这个 这个教法老师都不一样 啊 我们这个就是自然的 这每个人出来的不一样 那个就是最适合自己 啊 你可以不守 你可以不守 你就放空 也不要冥想 冥想 冥想的是西方 刚来的 过来品 那些 他是动了意的 啊 有的时候那个比较快 你比如说哪有病灶 你就守在那 啊 或者是想办法让他散 守不哪 守不哪 的敲 我们不讲究这个 啊 先从静 啊 因为你万一守得不对啊 啊 万一 就有的时候你守 守也守不住 就感觉空了 你感觉 你守那反倒不得劲 你就什么 不要想 不要先 不要动意 到意的层次呢 那那有的时候快 但是 他那个 坚持不下来 他也不是 自己当下身体所需要的 这个状态 所以不要轻易动念 尽量放空 你外面要有什么要想啊 你就先随着他 就是自然 慢慢他就不下 你也可以适当的收滚 你实在放不下 你就慢慢的游着他 慢慢的回来 这就可以了 当这个气动之后 身体呢就开始动 啊 然后这个这个 甚至头身体啊 再下来我们就开始 下地可以 动功了